上午9点37分来看立法院出现了火爆场面 关于这个官场工人绝食和抗议的事件 劳委会本来要出面说明的 但主委潘世伟迟到了5分钟还不愿意开口 立委是气得拍桌直询 我们联系请求邱盛文来带我们了解 盛文 好主播的应该是因为了拼劳本 有很多的官场工人已经展开无限期的绝食 那么今天这些劳工代表也有部分人士 来到了立法院的未还委员会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潘世伟居然迟到了 带你看一下现场状况 主委附驾成功哦 主委你看一下后面嘛 后面有绝食九天的劳工啊 主委你看一下后面 绝食九天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啊 你连看都不看劳工一言 好啦 我们那个请媒体 主委迟到我们的酒 我们不问 连看都不看一眼 生柔 生柔一个人 为什么不做回应 主委为什么不做回应 主委那天为什么会说 他们绝食工的 照主委怎么用呢 停下来 坐来坐来坐来 好 都可以看到 不管记者怎么问 老委会主委潘世伟就是不回应 那么画面上看到呢 这四名的这个绝食工人呢 也是带着布条 还有黑色的抗议T恤来到现场哦 那么他们在立法院的大门口 也展开了抗议游行的活动 就是希望呢 这个老委会可以给这些工人 一个交代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状况 闲尽头 交换内主播 好 感谢新闻来自立院的最新 也先报道